隔组两条细线长跟为L 这都是L 绑着这M1 M2 那么M1从这里水平位置静止释放 释放以后它掉下来 到达最低点的时候跟M2做什么呢 弹性正面碰撞 就是我们的正向弹性碰撞 那么碰完这个M2是静止的 碰完之后呢 M2被M1的冲撞 M2被弹性碰撞以后 就往上炒了二分队 这是它迅速给我们听一个现象 还没有问到它要我们的回答问题 问你若改为完全非弹性症状 注意一下它这个就是正向碰撞 只是是非弹性的而且完全的 什么意思 什么叫完全非弹性碰撞 就碰完M1碰到M2以后怎么样 合在一起 而且你要记得 完全非弹性碰完以后合在一起 有几个基本关系 第一个会一起以执行速度跑 OK 还有什么 就是它碰完它的内动能会全部损失 所以它自一时力学能是不守恒的 好 碰撞前后的力学能不守恒的 那现在问你碰撞完以后 一起跑这合体的摆的这个状围以后 一起跑的这个高度是多少 很多同学解这里的时候 没有去注意人家问问什么 就被前面的讲的这一堆弄混了 你要先了解人家问什么去解决人家的问题 什么人家撞完以后一起跑 刚刚有讲 碰完以后一起跑是不是就有一个一起跑的合体的速度 那这合体的速度就是什么 是不是执行速度 它执行速度跑完以后它会怎么样 是不是当到一个高度 问你这个高度是多少 那么我们先解决人家这里的问题是怎么样 从这里碰撞后合体一起跑 后来会转成变成有一个高度 要求的这个高度 我们从能量的观点来看 是不是它一起跑的合体的速度会越来越小 越小到最高点 它问了最高点的时候 是不是速度就是0的时候 那这是从速度观点看 但是从能量观点表示什么 它这里跑的重能变到最高点的时候 动的怎么样 是不是损失掉了 对不对 那损失掉它跑的变成什么 是不是我们的重力未能 了解意思吗 所以这里怎么写 你这里从中间一次看 是不是我们一起跑的二分之一的整体的合体的质量 乘以一起跑的 刚刚讲的完全非禅间碰撞的话 碰完以后 两个一起跑的速度其实就是什么 是不是执行速度 对不对 一起跑的动能是会变为什么 是不是它站到很高的这一个点的话 是不是它的重力未能mgh 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求的h 但是你这样有没有办法算出来 没有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什么 执行速度吗 那有些重力碰到执行速度 第一个词觉没有错 就是什么 执行速度 多指点的执行速度 就是m1加m2点点点 分之m1v1加m2怎么样 v2嘛 可是一个问题 它这里碰到说 那m1m2 你这里v知道吗 不知道 但是它掉下来 老师我就把它掉下来算差不一样 老师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的式子是不是有m1加m2 那m1加m2是多少 分之m1v1 是不是m1m2没法消掉 你没有法消掉 带来这里的话 你去算看看 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h到底是多少l 什么意思 你可能还会需要去算出 到底这个m2这里有一个条件 才去求出我们的m1m2的关系 好 那因为这个方法回去自己试看看 行不通 就是你直接带执行公司去求看 那么解这里 行不通 什么意思 好 那我这也不讲了 你自己回去试看看 那所以这一题难在哪边 你要持这执行速度 不是直接用我们的执行公司 多指点执行公司去带 要利用它给我们的条件 m1m2假如是正向弹性碰撞的时候 m2是不是被撞了 m2会有一个v2'的速度 结果这个速度跑到最高点 是速度0的时候 变为考了多少高度 是不是二分之类的 所以我们来利用这个条件 怎么样 单独讨论这个m2 我在m2正向弹性碰撞之后 正向弹性碰撞后 m2是不是会有个速度 结果跑到最高点 跟上面类似 只是这时候是m2被撞了以后 它是不是会转回它跑到最高点 是不是二分之类的 一样转为什么 是不是重力位呢 那这也会写成什么 你的重力位怎么写 是不是二分之一的m2被撞了以后的v2'的平方 会等于什么 是不是它的重力位呢 m2g的h就是二分之类的 对不对 好那你这样看不出来 老师这跟v2有什么关系 有 因为我们常常已经做了 帮你前面给你归纳 假如两个词典做正向弹性碰撞的时候 对不对 其中你这个 刚刚我再整理一下 你这v这个消掉消掉 这给你过去就会等你 gl 然后碰完之后 假如m1m2正向弹性碰撞 碰完之后的你的v2'会等多少 是不是2vc-v2 是不是 那v2就是这m2一开始还没撞之前的速度嘛 而这个是多少 是不是0嘛 所以你可想来这是不是v2'就等多少 2vc嘛 所以你把这三带入二 你这里是不是v2'的平方 就会变成v2'的平方 带进去 是不是这边就是四倍的vc的平方 怎么回事 对不对 带完以后我们这里再说什么 我为什么这里要解 刚刚就来回头问你了 我做这些干嘛 是要求什么 是不是vc 对不对 怎么回事 我利用它告诉我碰后 m2的速度算出来 所以接下来咱们这样 我这vc求出来了 把它怎么样 这个带到这里来了嘛 是不是 好 好 所以这2分之1的这个 vc平方就是4分之gl 会长到这边的gh 然后整理一下 就得到我们的h 会长8分之l ok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